找到市民高架,市民高架一直往前,就是这个应该快到了,在这里,应该在松仁路这附近嘛,然后把它轮印轮印,在捷运站旁边这里,那可是问题这样也不,我们等一下要做几件事,第一个,如果可以让它移动,第二个,可以让它怎么样,放大缩小,第三个呢,可以让它直接,我要地标,我要直接到101的话, 我就直接怎么样呢,就直接指到101大楼,那这部分该怎么做,慢慢的去使用地图,另外再来就是说,我可以把地图改成什么,改成交通图啦,可以改成卫星图啦,可以改成一般地图等等的,反正呢,就是你们在那个,就是网页上面用那个Google地图,甚至可以做什么导航啦,做什么路径规划啦,或者是把那个附近,这附近有吃的地方, 可以把它标注起来,然后呢,变成你的APP,以后呢,你就把这个APP呢,让人家使用的时候,它会自动,它要什么,就跳出什么东西,自动可以找到,它想要找的内容,OK,那这部分呢,该怎么做哦,我想各位也先把这个地方稍微了解一下,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解这部分呢,我们先,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。